变化 有没有变化的 比自己想象中的情况要眼中复杂得多 看着那些情况我们心里比较难过 比较不是智慧 天天能在家里 在家里武汉市起码待了四五个月都有 看到武汉封城的一些视频 就会觉得这好像不是我之前认识的武汉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什么时候结束 是吧 会有一个什么新闻或者一个消息 会告诉你什么时候结束 但每天看每天看每天就没有 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就会说 我们不会一年都在家里待着吧 我们不再来 看拥有什么事情 就是我 现在就没有办法 是我们不再来 去看看 我这一边还不去 我这一边 我这边就没有办法 我这边是 我这边就是 你每天看那些消息我看得非常累非常累 然后我就是因为在那个环境下 我就写了首歌 希望大家不要太恐慌 不要太焦虑 你有些情绪释放不出来 朋友怕我有一些心理问题 会对我不开心 然后说我想玩什么 他就陪我玩什么 我要跟他们一起打 一起打比较自在一点 就刚开始玩 用电门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玩 几个月你过的是一天的生活 每天都是同样的事情 LPL 你看到有些消息谁今天又是一些爆炸的表现 我马上就去看一下录像他到底是怎么炸的 一个90色 没上比赛就好打就可以了 反正应该比较顺 比较好的一套体系 参加过很多志愿者的工作 然后最高峰的话 我一天要送你差不多20多家 你基本上把这个操作送完了 已经下午五六点钟了 就是说在你最为难的时候它能停你一晚 我觉得武汉人来说的话 那里面的困难的时候呢 都不会特殊 我其实已经没有明确地上下班的这个时间的概念了 真的并没有觉得身体上面有多雷 接到人物 我觉得是很远去走的 很想把这些事情做好 所以说我们自己也可不可以困难呢 再加上全国的一些意料的全国人民都在帮助呢 这个石头在慢慢地溜转过来之后 其实就是相信的肯定是能够斗过这个困难的 其实我们第一时间是在各个地方找能打球的球场 就不愿意回家 就是在外面哪怕是跟朋友在外面散步聊天聊一晚上 都不愿意回家 我带我老婆去汉口的时候 我开车嘛 我说你看这个网吧我们经常去 这个网吧我们经常去 然后他说 知道了 他说这个你跟我讲过无数次了 和同学还有朋友一起在网吧做一条五个人 我觉得那叫打游戏 疫情期间一个人在家里 我觉得那叫打发事件 你一些的经典操作 一些的值得与人庆祝的一些事情 一个武杀 你回头跟人家说 诶 我武杀了 没人理你 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我自己觉得我们生活中其实都是还挺好好的 就是过去绝对不可能有的事情 你做城市整合在这边的密鼓声 就像一个大的铁笼子 他把自己锁在了里面 却保护了外面的人 对不可能有量的 出现这个人 对不可能有的 从不柔和与人 你一直说 你自己去市整合在这边 或者说 你他们跟一个人们都一会这样 在了里面 我自己就把你的世界 在你身上 在人间逃避